哈喽大家 我们俩把那个Sephora的后面给挡住了 我们现在要去逛街 你别咸嚼 我觉得你的头发颜色还不错 我自己点的 我们俩现在要去Sephora逛街了 然后待会我们出来拍一个开箱吧 在这里 黄昏的阳光照相特别好看 所以可以 入镜了 好的 哈喽大家 欢迎来到小明的频道 我今天是小明了 因为比较好记 在树里面那个卡里面 我带我朋友去逛了一下Sephora 然后我被她吓死了 她买了300多刀 然后300多刀 虽然她是给我几分 但我一直拦着她 不让她买 好可怕 好 我们今天看一下做一个开箱 我们现在在这个shopping mall 然后大家要给大家看这个位置 你往这边一点 我又进不了 入不了镜 对 好 我们开始开箱了 要不然你来 你来好了 你来好了 我没救过你走 我这里旁边当个飞机 当飞机 被拦住了 没事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它在这个香水 replica的香水 它在那纠结了一万年 我很喜欢fireplace 他们都说很难闻 很难闻 那个fireplace 真的很难闻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她就很喜欢那种木香 什么奇怪的香 反正最后我们它纠结一万年 终于买了这个小样儿 什么味道都有都可以试一下了 还是被我拦住了 因为那个大瓶的很贵 126 这个才35 25 不知道 没仔细看 这好像25吧 不知道 不知道我认识是哪 不知道好像挺便宜的 每个味道都有 但其实都很方便 它又回国 它又回国 所以买小样我觉得还可以 对 这个待出门都很方便 它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它又挖了一胳膊 一胳膊 不知道了好像就是二十几块钱 对这个反正还蛮便宜的 嗯 就如果你像她一样 就纠结一万年买一圈香水 你就买这个 你最后你喜欢哪个 你可能就决定你比较想要哪种了 因为其他的小的都是什么肉包 没有什么味道 只有这个小的塞喷喷的 我就买了这个 对 然后这个 它又买的黄瓜面膜 你们有没有用过的 这个好用吗 这个我是拿来做那个 new face 那个微电流的那个东西 它自己配那个凝胶呢 会长屁口 所以用这个搭配那个就刚好用 因为用量比较大 就买了个大的 因为每周要做三次 年纪大了 美容仪器 这又一个 下一个 这个买这个特别雷 这个是她看了我买 我今天的这个妆 就是 这逗得太明显 今天这个妆就是用 这个就是 Natasha Denona的Sunrise Palette 这个超级美 给大家看一下 签了签了签了签 对 我其实之前我 我自己来Sephora买了一单 花了一百多刀 破打不开你打 我 我来Sephora买了一百多刀 然后是星期一 一打折 我就赶紧跑过来打 然后我就录了一个英文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可以在下面点链接 Description box 点链接去check out我的English channel 然后看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什么 这一单全是她的 这是她的购物分享 借来录一下 哇 好漂亮吧 这个其实真的还挺美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黄色 给大家看不见 这个黄色和这个粉色 就是我这一单里 这一盘里最喜欢的两个颜色 就是 其实很日常 因为最开始看这一盘 就会感觉不是很日常 有没有 就是感觉又棕又粉 又紫又黄的 但其实那个黄色和那个橘色 就如果晕开的话 还是挺日常的 这一盘就还挺卑贱的 而且它还不贵 它才65刀 打完折52刀 这么便宜 嗯 真的真的真的 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什么色都有了 待盘出门就可以了 你又出镜了 你往这边一点 哦 下面一个就她老是嫌这个便宜 我就快被蕾色 脸上的东西必须好一点 这个是Sephora自家的一个Face Palette 这个Face Palette其实我觉得很好 他们家的那个 这个是我当时Swatch的 是他们家的那个阴影色 特别像那个NARS的那个 Omega那个颜色 基本上就是一个平价替代吧 虽然也是Sephora 我们打开一下 来 帮你拔开 哪个牌子平价替代 NARS的平价替代 NARS有一款就是跟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他没让我买NARS的 我不是啊 你买NARS 你说里面没有高光 哦 你看那个太浅了哈 对 擦肩 没有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 这一盘是不是还蛮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你们面前的这棵树 你可以每个都擦一下 我不介意的 真的吗 可以啊你每个都搞 我无所谓的 这一盘是不是很美 你每个都给大家画 有一个这个颜色 就是很像那个Omega的颜色 我帮你拿 我小助手 我帮你拿 是不是 你每个都给大家画 这个就是一个冷色调 骷髅的一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较暖啦 这个暖色很适合夏天 那个冷色就很适合冬天 但你们发现这个其实 真的 晕开的话还挺自然的 而且这个其实很好用手机 所以都可以用开 然后 下面给大家试一下这两个 哇塞 擦一下我的手 这两个 腮红也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腮红 非常日常 一个粉色一个橘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其实都很适合你 你看 是不是还可以 我觉得不错 它就很适合这种橘橘 苹果色 因为我比较黄 就这样颜色都还蛮美的对不对 然后它还有两个是高光 而且它比较高光了 把手蹭一下 我们俩室外搞这个东西 这样高光就是一个是金色的高光 另一个就是那种粉调透明的高光 还可以吧 你看 挺美的 挺好看 这一盘六个六一块颜色才三十块钱 相当于就五块钱一块 对 相当于就是drugstore 就是开价 就开价 这个我觉得非常值 然后它觉得太便宜 它们脸上都一定要贵 但其实差不多 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牌子 它们的色号可能比较不同 就是有那种比较独特的 什么hourglass那种五花肉啊什么的 但是这种的就是特别 不过你化妆小白就差不多 这个我觉得我推荐特别好 大家就走一下掌 紫海型的 什么都有带回去也方便 一盘搞定 下面 八开八开 这两个 这个当时它也是纠结一万年 最后没有买那个正妆 最后买了这个NARS的这个mini duo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因为其实你也用不了那个正妆 因为我觉得正妆颜色现在擦 有点深 秋冬比较好 所以我就没有买了 这两个其实有一个颜色擦 其实现在比较好 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这个颜色 对我们俩再来录 旁边坐了一个大马 你怕什么 你拿什么美 不好意思 不要紧 不要紧 不好意思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size 他人好好看 这个颜色我有 这个颜色是我有的颜色 真的 嗯 这个红色这个 Krula 是我有的颜色 当时我在我的那个English Channel 那个 叫什么Toronto Vlog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的那个 唇膏什么颜色 真的吗 对就是这个 这两个颜色超级美 你给大家画一下 给大家画一下 这两个颜色其实也并不很小啊 可以用很久啊 我所谓要回过戴的方便吗 少一点吗 就是这两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做 然后给大家画一下 你手的画码 他真的 他 这个姐姐人真好 新买的化妆品 这样我做 反正都要用嘛 画了品不用怎么办 画了品不用又不拿手擦 嗯 是不是有一个是那种很豆沙的颜色 这个颜色好豆沙 好温柔啊 冬天擦一定很好 对 这个红色不是真正的大红色 这个红色是那种有一点冷掉的那种红色 然后另外那个粉色是那种就是 淡淡的豆沙色 有没有 可别显气色 就感觉擦了跟没擦一样 但是气色会变好 我觉得粉的那种比较好看 下面一个其实就是 贝林菲的美笔 各大播出推荐 然后 因为它是手残党 我们俩都是手残党 我从来不错 所以我就推荐了一个 呃砍刀状的美笔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啊 贝林菲它那个主要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benefit的美笔色号比较多 其他的美笔都是只有什么三个色号 什么黑灰灯 他们家就是有什么深冬浅冬 什么暖色冷的 好多有四个差不多 对 因为他染了头发 所以我觉得买贝林菲的这个比较好 但其他的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的美笔 可以留言一下 好吧 下一个 我都入不了劲 那你以为 然后他要买睫毛膏 然后 但是他想回国的时候架接一下睫毛 然后就被我拦住了买症状 他本来又买两个 但睫毛膏可以用很久 如果你们大家就是有买睫毛膏 就是基本上就不要囤货吧 因为睫毛膏他你放时间长了会干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干了 所以要买两个 你不知道哪天拿出来干了怎么用 但睫毛膏你囤货就很容易干呢 没开也会干 你放时间长了我觉得会 我是说怕因为他干了没法用 而且如果你开了之后你六个月没有用完 他里面会有跟长细菌 就是所以说你的睫毛膏 我跟他说话我的口音全都被带好了 我的 我的 我要说啥 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买睫毛膏 如果你平时不是每天都脱睫毛膏 你就脱 你就买一个小的 因为你六月之后就要把它扔掉 要不然的话就会那个啥 会长细菌 可能会长睁眼 那国家送一只给你了 过几个月 我嘴上还真的买了两个 我嘴上还真的买了两个 被雷死了你知道吗 没用啊拿尴尬了怎么办 他什么都囤货 但你知道那个Sephora 他十一月又会打折 不管了无所谓 打折也是一个价 我又没有亏 买两个一模样 但是你们如果买better than sex的睫毛膏 一定要买这个蓝色的 因为只有蓝色的这个是防水的 粉色那个是不防水的 然后你如果很容易晕的话 那个粉色就是 那为什么还要买粉色的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用防水的 因为买粉色 因为就是会那个什么 会 我都虚了 对就是 不是 因为防水特别不好卸 你要用专门的眼唇 有的人就用水线 你知道吗 有的人就 有的人他们不化妆 就只涂眼睫毛膏 就是那种 然后 什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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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然后这个是 开旺地的 Tattoo eyeliner 对 我们今天来Sephar 今天星期六啊 Sephar人 超超级多 然后我们去买这个 Natasha Denona 和这个 Tattoo eyeliner的时候 就是发现 你可以拿货的地方 就都没了 然后我就去问Sephar的人 他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了 要不然我给你找一个人问我 然后他就说拿那个队长机问一下 然后呢结果他说你们俩就站在那儿 然后等一下 然后我们俩在这儿傻等了 20分钟 也没有人出现 后来我看了有一个人 就是开下面那个抽屉 然后往里头放货 发现下面抽屉其实有很多团货 然后我就跑去拿他的Denona 然后开那个抽屉去拿 果然有 然后结果当时有一个员工就问我 你在干什么 我说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们员工根本就没有人帮助我 但是 其实这个只有黑的吗 我对我们家这个Sephar这个店特别熟 就是我问员工那个在哪里 员工还没有找到 我就先找到了 其实应该再买咖啡的 我觉得 没有咖啡的 没有咖啡的 有时候我头发变 其实那个drug store 有一个Wed&Wild的也还蛮好的 你帮我们去买 对 然后呢 这个是我推荐的 眼下遮瑕 尤其是如果你30岁以上 我三次了 如果你30岁以上 买眼下遮瑕 可以买这个 It Cosmetics的 这个Bye Bye Undereye 这个遮瑕膏 因为这个遮瑕膏 就是非常的滋润 因为它有什么枸杞成分 对它就是那种滋润 滋润挂的眼下遮瑕 如果你是特别出油的话 脸特别爱出油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 但是如果你是30岁以上的话 这个还好 因为这个不会说让你眼下拔干什么的 而且就是我之前 这个特别经用 就是你每次 只要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你每次用 他买的这个色号是 14号 Light 10 对 可以拆开 拆开 我们家有一个 但是我当时是他们家刚出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 因为每个 就是他们家刚出的什么东西都有可以 你买那个小妆 我那个小妆用了三个月 还没有用完 这么经用吗 特别经用 因为你每次只要挤一点点 然后你千万不要用太多 因为这个就是真的是滋润挂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挤太多的话 就 我只挤太多的话 就 如果你挤太多的话 就会一大片 一定要手清 手中挡 一定要手清 我买的那个也就这个的 三分之一大小的 然后我那个用了三个月 这个你可以last半年 如果你每天用的话 我有的时候出门就除一个 那个 防晒 然后涂一个这个就行了 我觉得很轻 我主要是遮痘痘 然后下一个 他买了两个 Hourglass 的唇膏 有一个是那个 大名鼎鼎的子弹头 这个颜色 超精美 这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颜色 是不是也超级美 嘴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待会可能要去Sophore 再拿一个Pan 我们俩待会这样去超市吗 我们可以去个超市 我可以推荐你drugstore 看一下待会再买一些 去个人啊 明年 因为我从来不化妆了 所以他从来不化妆了 你看 Hourglass 这个包装真的特别高级 放在你的包包里 我觉得有点大 和我的笔有点大 我想买小的 你这个包包还可以 给大家介绍你这个Gucci包包吧 不要了 我觉得比Tongfort的大很多 又重又大 没有真的Tongfort比较大 这个是他现在用的Tongfort 但我觉得这个太干了 所以我就换了这个 但是Tongfort这个特别重 Hourglass这个包装 并没有很重 我觉得这个我都不可以玩了 这个什么色号 这个颜色还可以 这个我觉得很好用啊 这个我觉得很好用啊 叫做是 Paradise吧 Paradise吧 对的粉色 什么 Paradise 这是07号 Paradise 给大家试一下吗 这个我很喜欢 它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没带的另外一个也很好看 哇 这个还可以 Tongfort这款 这不是新的 这不是新入手的 是他包里拿出来的Tongfort 是07号 大家看这款 好粉好美哦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 这个颜色其实挺适合我 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 但是我现在用法了 所以我要 这款真的还蛮美的 是粉色 我以为会比较发菊 不会 但是没有 就我今天嘴上的颜色 但是你试一下 这个真的 比没有Tongfort那么沉 对啊 这个放在包里还蛮好的 我是觉得它有一点点大 这个包装 我觉得这个包装比Tongfort要好看 我喜欢这种装 哇 哇 哇 这个 这个其实很滋润 不是Matte 真的没有地方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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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美啊 我觉得这颜色真的很好看 真的 而且这个是那种 我现在去买Tongfort的 然后我看这个颜色 我就走不动了 就没有买Tongfort了 中中橘 没有中中橘 粉粉橘橘 它是粉色但是有点橘色 按掉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个 这个是纯粉 这个是有点橘橘的 嗯 就是 大家仔细看 这个是纯粉 这个是发橘的那一个环 它很收的橘色 我觉得冬天有橘色 真的吗 我觉得夏天有橘色比较好看 真的 包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Hourglass的子弹头 哇塞 我自己从来熟了都买自己的东西 可以用蛮久的 可以用蛮久的 还是划算的 这个子弹好像比一样的 你们还有一张 这个 你给我看一下那个色号 这个特别好看的这个色号叫什么 Explorer 这个橘橘粉粉的颜色是Explorer 这个橘橘粉粉的颜色是Explorer 两个Asian girl 两个Chinese girl在干什么 这个子弹头真的开 开箱就是这么捅出来 你知道吗 啊捅切的 真的对 根本拿不出来里面挤了具体 哇 这个真的是子弹头 哇 这个很漂亮 Hourglass确实包装很美 好像还有USB 这个就是你可以买替换装 这个cap非常重 都是这边在这种 这边其实没什么 然后给大家看是这种细长 细长化的 是这种粉色 还蛮美的吧 真的还蛮美的 诶 其实可以替换的 对 这个是可以替换的 就是你如果买了这个的话 替换鑫是22块钱 22刀 然后他 你买这个好像是34吧 还是36 然后你要买替换的相云便宜很多 因为他其实大部分都在包装上 对 一般钱都在包装上 但这个的颜色 No one knows 就是这个非常美丽的粉粉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Kalumdi的Tattoo Liner 绝对是非常很好用的 我觉得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Eyeliner 然后这个是Natasha Denona里面 我最喜欢的那个颜色 就swatch了一首 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橘色 其实如果你也说的橘色也可以 但我好像不够白啊 这个很好看 好 把我的东西放回来 今天就可以用了 对 把你的东西放回 这一单其实很多都是我的回购 除了那些特别贵的口红啊 就是我是非常喜欢花钱在眼影盘上 口红我基本上用的都是什么 猜价评价的 还有NARS 都是有几个 对 复杂beauty都是二十道的 我从来没有上 买过超过三十道的 都我的都是二十上价的 好 就是这一单了 还蛮多的 买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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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这就是她所买的这一单 她所买的这一单 她所买的这一单 如果大家想看我买了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我的English Channel 叫Miss Ming Lifestyle 我会把我的频道那个video的链接放在下面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视频呢 请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现在这个中文频道只有91个subscriber 但是要朋友一起 然后那个English Channel我有600个 也没有很多 600多个 但是希望大家能subscriber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我的English Channel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了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好 那我要把这些 这些 这些都擦掉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坐的这个地方 其实有点累 然后我们打算去超市 我们可以去超市 再录一个评价的 但其实我们这个帽还蛮美的 有没有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 对 我觉得这个背景其实比我在家录要好多了 这我们俩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录的 对了 没关系 我也要帮你坐一下 不要 没事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木桩 真的是木桩耶 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好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录的这个台 然后前面有一棵树 啊 它长成这样 我觉得它是个接水的 给鸟喝水的 真的吗 你确定吗 人家院子里面不都是这个的人给鸟喝水的吗 我没有没有见过耶 但我们俩就在这个地方录了刚才那一期视频耶 我现在又去擦一下我的胳膊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其实大家的支持 这个姐姐她只有一笔五 我已经很矮了 但我跟她真的一起就还可以 哇塞不给你了 我们去擦一下 然后我们打算去超市 我有一些平价的彩妆可以推荐给她 我胶基本上都在对的背景上 好 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wd6